昨天收到消息 大明星海女将从她的绯闻男友一起出现 这又是一条爆炸新闻 当红女星神秘男友的身份曝光 我可不能从来这个潜在男友的好机会 毕竟不苏小小 天桥一紧可不能砸了自己的招牌 那的好帅哦 许奕诚 对对对 许奕诚 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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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伙 大家上车 然后送他去医院 好的老板 怎么会是他 还可以这样 你怎么随随便没就让这种乱七八糟的人上车啊 我说你还真是不要脸 那让你上车你就上 一会随便找个地方把他给我扔下去 我想红想风了 又不是我要上车的 有病的 你说谁有病 你以为我听不到是不是 把他给我扔下去 我 快帮帮我呀 你看他 我看你根本就不是我的粉丝 你就是个黑粉 一辰 他就是个黑粉 你快帮帮我 你快帮帮我 一辰 你听到我说话没有 你快帮帮我 他是个骗子 他是个假粉丝 你快点 你快点帮我修理他 他是我老婆 说话不对啊 跟我说话 怎么这就说出来 怎么可能 就他 他怎么可能是你老婆 其实 我的父亲 与徐一辰的父亲 是老战友 退役后 各自接管家族企业 就定下娃娃亲 我和徐一辰也是千枚竹马 一起长大 可惜 我的母亲去世的早 我更是在一次劫非绑架中 落下了严重的心理应用 所以 有些自闭 父亲为了我 淡尽节律 家到 那几年中落了 好在 我总算是在父亲的关爱下 渐渐的性格积极向盛 成为了一枚 元气美少女 一辰 你是开玩笑的吧 他怎么可能是你老婆 你怎么可能结婚了 我没有开玩笑 我们出国前里的事 好像我愿意一样 你这脚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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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许大少爷不在国外招风影迭 不然回国招惹我 你这脚没事吧 你这脚没事吧 你说我是该表现的受宠若惊 还是让你滚呢 你说什么 离我远点 臭不了你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的父母下周回国 所以许夫人是不是应该收收心 回家学了做个菜 我的相机 许一诚 你这个祸害 你拍我相机 你 你 你别过来 你可别想对我试了什么 别别 我可警告你 美男机对我没有用 今天 你要是不陪我相机 我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好 这张卡 你拿去花 许一诚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不要是吧 不要算了 兰尾 许一走 咖啡 还要加糖吗 都是 快走 Personally 气死我了 你不懂得 诶 你怎么来的 诶 女夫人 这是许总让我给您的卡 诶 放打 不好意思 夫人拿错了 这是这场卡 对了 许总让我告诉您 晚上记得回家吃饭 诶 原来晓晓结婚 你叫什么许太太 许 不是那个许吧 我的天哪 不看消息 别说 别说 她过来 开会 好 开会 走 你怎么在这儿 我是说 你怎么进来的 你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 我没想干什么 我可警告你了 我和那些发现场的那种不一样 没那么明显的不一样 我真没想干什么 我只不过啊 想提前跟你演戏家父亲爱的样子 免得到时候漏气 许一诚 你怎么卖多人东西呢 这不就是一杯玫瑰茶嘛 味道还一版本 也不知道你放了几年 你喜欢 喜欢我就帮你把这家公司买下来 以后你想喝多少就喝多少 许一诚 这么多年我都没舍得打开这场 你随随便便就把它给喝了 你 你不禁毁了我的初恋 还拆了我的礼物 初恋 你初恋是我兄弟 好了老婆 你先别生气 我答应你 不再也不动你东西了 滚了 谢谢你老婆 我还要减肥呢 嘘 不吃饱饭 老婆 不吃饱饭 老婆 就等了 就等了 就真的 这就是惊喜吗 我做这个很辛苦的 那 那就这样就吃了 你不吃饱饭 你不吃饱饭 我 不吃饱饭 我是在街上 你不吃饱饿 你不吃饱饭 我都在家里边 超气 都在家里边 或者他们睡觉 都在家里边 他会哭 你不是我 你不吃饱饱饱饱饱饱了 不是怎样了好吗 而是这么完美的照片 竟然不是我拍的 简直又为我欠巧一点的名声 没关系 我怎么自拍的好 我不是 我怎么自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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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完蛋了 就人家怎么睡得着吗 我怎么自拍的 走就走 不想了不想了 我当当天乔一姐 那么多猛料等着我挖 下午还有个重要的会议 这么多就走 我说你对我帮你玩了 我说你就别帮你玩了 我说你这人帮你玩了 你却是要把你玩了 就这不是说好了吗 你缺原后我就会过来看你 怎么 难道你又失忆了 我真是诛咽诛怕了 一想到 一想到最近在报社的事情 我就觉得自己胃疼了 你又生病了 早晚我带你去医院 没事没事 我没事 你先进来吧 别在门口站你了 我头发还是烂了 我先去换个衣服 你今天有点怪怪的 尽管我和徐一辰已经 来吧 我看你对她的一次性 真的好 黄我不想和徐一根 真姜 我可怕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终于舍得打开这个玫瑰花茶了吗 前段时间突然想喝茶就把它来尝尝 是什么味道 味道挺不错的 真的挺 漂亮 带来的总归还是来了 我不要 是不是已经喜欢上来了 那我呢 那我呢 对 你到底要我怎么样 对不起 你不要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早就已经结束了 玫瑰是你的哥哥 按道理 你应该还会生嫂子 你不可以 也不应该这样 这边 应该是要 你怎么没有 是否太激动了 还保证不会有恙 那你让我去上来 不用了 不用了 好 我知道自己对不起季启明 也知道终是自己让他失望了 只是我已经嫁给了许一辰 也只能在心里默默祝福季启明幸福 好 看着你了 老婆啊晚上我来接你啊 你要乖乖的哦 听到没让他乖乖的哦 嗯嗯 你猜这是一个让他花消息 你看他一副做卑星区的样子 肯定是他家习总 不对不对不是做卑星区 是春心荡漾 哎你怎么不点头了 你工作完成了吗 不完成工作不能回家 完了完了为什么要快点回家 哎呀死了啦 去见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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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板 你这是何苦呢 这次玩笑开大了 还是赶紧就上苏小姐解释一下吧 算了 我自己打个电话吧 没想到咱们处片不禁的许总 也有害怕的时候呀 这丫头啊 真是会倒了 喂 女儿 喂 逸晨你在哪里呀 你怎么还没到啊 我有点事呢 你再等我一下吧 那明明说好了的呀 你说好了要陪我出席的 我们要去抢掉那个宋真雅的风头 怎么说话不算话的呀 好好好 你等我一下 我现在就过来 许总 要不然我给苏小姐打个电话解释一下 算了 走吧 算了 走吧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喂 干嘛 小小 吃下药了 还想不想干的 啊 是领导啊 啊 我刚才遇到条狗 好吓人 真是我跑了半天 好 你小心点 是这样 今天下个班呗 七点钟在镜湖山霜 有着大庆慈善晚会 去口气新闻处才吧 小可爱 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边啊 我叫苏小小 你呢 可可 可可 你在看什么书呀 你为什么不跟其他的小朋友一起玩呀 都是一些小孩子 没意思 我们家一辰哥哥真是穿什么的 因为我还有些事情要去处理 走 我这一来啊 就看了一只好吃 还真是精彩 可是 他怎么走了呀 我还想跟他打个招呼 宋大明星 你的做派怎么越来越低级了 这么喜欢亏谅别人的隐私吗 你要打招呼你去找他呀 你来我这里干什么 哎呀 我就不是想来看看你们 这谁不知道啊 我们是这个圈子里的好姐妹呀 是 我们俩关系最好了谁不知道啊 我干什么你就要立马跟着 哦不对 是逸臣在哪 你就跟一个狗皮膏药一样 哎呀 你这怎么还是用这些拢牌子呀 哎呦 要不改车 那我送你几个订职款 算了我今天不想跟你吵架 信息看了没 什么信息 什么啊 是哪位啊 是哪位啊 他叫苏晓晓 是一个狗仔记者 最近依晨特别关注他 两个人总是死亏 这女的长得还没你好看 还是个飞机场 你是不会想坑我吧 我坑你干嘛 依晨哥之前都一直跟我在一起 我坑你有意义嘛 我坑你有意义嘛 我坑你过不 但是 你不觉得苏晓晓的出现很奇怪吗 我怀疑 我怀疑 我不管原网 然后喂 又不等行 呗 一直串 慢慢放下 不 Turbo 还幻想好 小视毕丑 很好 去iosity 化妆 要 friendly 啊 女人 因为柯柯比较懂事 而且她不喜欢人多 所以我们也没特意派人看着她 不过我已经查过监控了 柯柯是跟着一个女人走 你的意思是 柯柯被人拐走了吗 松小姐您看 这是监控截图 这个女人应该是尾随着柯柯的 不过您放心 我已经派人去找她们了 韩小姐您认识这个女人吗 这倒是她 韩小姐 花菜 尽管 咳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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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 咳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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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小姐您不是单身到哪儿来的孩子呀 可可 可可她是我受了的一个孤儿 我去你这眼睛 佩服佩服 可是她 一辰 一辰你快帮帮我 可可她才六岁呀 她要是被一个人贩子 或者什么心怀不轨的人带走了 那她这一辈子就毁了 老黄 现在带我去看所有的监控 关闭这里所有的出口 我会马上调查清楚 宋小姐你放心 我们这边的系统是最安全的 不对呀 怎么会这样 宋小小是疯了吗 哎呀这到底怎么回事呀 她这个记者不到这里来偷拍 带个孩子乱跑什么 这不 这不 什么情况 我们这没有谁说不明的人啊 宋小姐 宋小姐 您您别着急好吗 可是她年纪太小了吗 哪里有什么面部识别还警报 居然被你这个小伟拼了好几次 刚才我快点回去 我们不能到处拿跑 快看啊 你这儿着装着什么啊 你不是要带我出去吃好吃吗 你把我帮我挖挖挖刀啊 姐姐 你感觉家里的人多的菜好吃 还是酒店大厨做的菜好吃 弟弟 妈妈 你知道吗 我已经很久了 是那些店的 我已经很久了 爸爸 你为什么不要我呢 妈妈 我好想你呀 可可 乖 乖 可可 你干嘛 在这边 快来找到了 找到了 找到了 可可 可可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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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我拿回去 你干净死妈妈了 你 苏晓晓 你 你认识我 苏晓晓 你还是人吗 为了偷拍 连孩子都能利用 啊 偷拍 不是我奈吗 不是偷拍的呀 我的 许算这次面子 这么大了 我 这个虽然是我收养的孩子 但是他让我体会到了 作为母亲的快乐 他的效应就是我生活的全部意义 可是你呢 你居然狠心把这一切从我身边带走 带走 你在说什么 是我救了可可 而且我还受伤 年年少小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 就你们这些狗仔 成天干扰别人的生活 你伤害了我就算了 你为什么不能放过我的孩子 什么时候眼睛这么好 你为什么不能放过我的孩子 你别换我 什么 可可才又是 他那么纯洁无垢的年华 你怎么忍心要忍心的丑恶玷污子 你有事冲着我来啊 你全冲着我来啊 你为什么要伤害我的孩子 今天 是一个私人心智的聚会 没有邀请是不能进来的 你已经是非法闯入他人宅邸 共产了犯罪 你是不是还有同伙呀 报警吧 还是让警察来处理 你简直不讲道理 我是来兼职的 这里的员工可以证明 一派胡言 这种高档场所 来的都是社会上 有头有脸的人士 员工的挑选和培养都非常严格 哪来的什么兼职 没有兼职啊 小公仔我跟你说 你再在这瞎编 马上叫警察把人抓起来 赶紧叫人抓起来 抓他 骗人啊 不是 我是我明明是被员工带进来的 可可 可可可以把我整 我懒得跟你配话 等警察来了 你自己跟他脚冤吧 我觉得宋真雅说的有道理 说不定 他身上还藏着摄像头什么的呢 对 你拍的那些照片 是必须要删掉的 是你自己交出来呢 还是我们搜身呢 你 你 给我搜 哈哈 我爱死你这婆婆了 别赞 别赞 我没有 各位 徐总回来了 徐总回来了 不好意思 徐总严重了 徐总回睡吧 这位素晓晓女士 确实不是被我们邀请的客人 我的意思是 她和你们不同 她并不需要被邀请 什么意思 徐总这话说的有欠考虑吧 您是要包庇她吗 不是 您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 她可以自由进出这里 是因为 她是这里的女主人 我家的夫人非常热心肠 尤其喜欢小孩子 她本来想以工作人员的身份 照顾一下可可 那知道闹出了点小误会 可可非常的可爱 但是 我这么喜欢小孩子 她对不回家是很可爱 一诚哥哥不当演员 真是可惜了 潘云儿 你不是说她是个狗打击手吗 我没骗人 她本来就是个 各位 此事晚宴照常进行 我要带我家夫人回去休息一下 杜姐姐 可可 好 你怎么喊我姐姐啊 会不会是你妈妈 难道 乖 没事 听话啊 让姐姐亲自下厨做饭给你 好不好 你也有力 要够哦 拜 拜拜 阿里 要够人去看后机 好的 许总 摄手 散见 嗣 咱 咱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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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人 人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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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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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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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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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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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